近未来的某个时间点,中国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 失业率飙升,社会动荡不断 泡沫破例,中共中央深陷压力危机 面对内外困境,政府决定转移焦点,走上战争极端 解放军展开了对台湾的军事行动 打击台独分子被视为转移国内困境的紧要 这一决定引发全球争议与中国民族主义沸腾 中国攻打台湾的这一天 在天战的历史上被定义为T、Day 这是T、Day后的第17天 中国为报复预警机遭击落 发动大规模无人机对台进行反击 在这场U、AV之战中谁才是最后的胜利者 这又是一个台湾反抗军努力抵御中国入侵的故事 军演嘛,应该的 一龙无人机是由中国成都飞机工业集团 研制的侦察打击一体化都用途无人机 具有全自主水平起降和巡航飞行能力 空地协同能力与地面积力控制能力 可按需装载多型光电、电子侦察设备 以及空地精确打击武器 一龙无人机与美国通用研制的 MQ亦不是着无人攻击机相似 机身长11米、驿展14米 最大起飞重量1300公斤 该机配备一台活塞发动机 最大飞行速度可达200公里小时 续航时间可达20小时 一龙可携带多种武器 包括空对地导弹、炸弹和火箭弹等 并可执行侦察、监视和攻击等多种任务 一龙无人机在国际市场上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先后出口至阿联酋 埃及、哈萨克、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等多个国家 该机在叶门内战利比亚和叙利亚内战等 多场冲突中得到了实战检验 并表现出了良好的作战性能 这里是中国东部战区的安徽六安基地 在未来战争中 中国解放军已经抢先布建了无人机技术 除了一龙外 中国也成功开发了一系列无人机 包括TB-001双尾仙和BZK-005远程无人机为代表 还有最最厉害的新型无真八 无真八的优势在于其火箭发动机提供的动力 速度可达3至5马赫 飞行高度更可达4万公尺 这使得它在飞行过程中 基本上无法被飞弹或战机拦截 以轰六作为载台 无真八能在特定高度释放 升至台军打不到的高度 执行其实地图数据缩起 并提供飞弹打击和战略情报 这些无人机包括一龙都拥有超过20小时的制空能力 也都已经正式投入实战 解放军还将大量退役的歼7战斗机 改装成无人机成本相对较低 这些老型飞机虽然航程有限 但速度惊人在运炸弹能力强大 这不仅提升了解放军的无人机空中作战能力 缓准备将这些应用于台海行动上 它是安徽六安基地的少将指挥官 是解放军中的少壮派 无人机是一种新颖的技术 解放军女的一堆老人们是不可能会理解 他年轻充满自信 同志们空井2000被台湾击落 这是对我国主权的严重挑衅 我们必须立即采取行动 出动翼龙予以反击 出于对空井2000击落后 对台湾军方展开报复行动 在他的观念里 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胆敢击落我军飞机 就是赤裸裸的挑衅 我们必须让他们付出代价 一个解放军中校说道 如果大规模动用这支无人机部队 只怕会遭到台军反杀 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 不可取 但他还是耐着性子解释 解放军选择这里 当作东部战区无人机作战指挥中心 主要是深入内陆 这里驻扎了大量中国的工程师 航空专家 后勤和安全人员 这个基地距离台湾有很长一段距离 超过传闻中雄二的射程 我们不仅配备有先进的无人机技术 拥有运作中的新型可移动搜索雷达车 加上基地内约有350名 中国解放军陆军和空军精锐人员 不需要我再解释了吧 六安基地就是 劳不可破 深处内陆空防严密 别说台军了 就是美军 我也有把握和他们一较高下 是下达命令的时候了 出动翼龙 空袭台湾桃源的龙山营区 底下无人机飞行员坚定地回答了 明白 台北陆军的第六军团龙山营区位于台湾桃源市中立 是他们的陆军指挥部 该营区占地面积约1000公顷 营区内驻扎有军团司令部 指挥部航空特战部装甲旅机械化步兵旅 炮兵旅工兵营和通信电子等多个单位 龙山营区是台北军的重要军事基地 也是解放军必须要解决的军事地标之一 从无人机的尽头中 看过去营区内的军事设施 包括营房办公楼训练场 靶场医院等 都是军事目标 第一波锁定弹药库与油库 又安少将指挥官下了四命令 龙山之所以没能在开战之初被摧毁 营区周边围绕了大量的防空飞弹是其主因 火箭军的陆子王认为 不值得在这里浪费弹药 但指挥官却认为 这里才是我能够大显身手的地方 一龙看到地面上的台湾士兵了 看他们紧张的虽然听不到声音 但看口型 大概是在说报告敌无人机来袭 同志们 我们的无人机已经成功到达 台湾银区上空了 给他们一点颜色瞧瞧 接着爆炸火球磁器比落 UAV攻击任务完成 是不是太容易了 无人机操作组员都必须待在任务机房中 盯着显控台上的影像 接受着任务系条关的指示 机器的按下按钮 重复三次武器离架的口令 盯住无人机挂载的懈弹 是否朝目标飞去 接着一阵爆炸 随后灰飞烟灭 任务完成 记得下载几个片段传给央视 放在今天晚间的新闻上 对全国播出 六岸基地的少将指挥官 持续地命令 他手底下的这些无人机操作组员 这无疑的是中国解放军光荣的一刻 也是他军旅生涯中最值得纪念的一刻 多少年来我们被空军耻笑 被陆军言语 靠助席领导的坚持才走到这一步 报告一龙似乎有点怪怪的 一个无人机操作组员 盯着响控台上的影像这样说道 冷静 我按下按钮 接过了操作台 底下是爆炸与灰烟弥漫 任务完成 怎么了吗 战场中的无人机似乎没有遭到 地面防空飞弹的反击 大家萦绕着一万 你们在同情底下的那些台湾人 步行不可以仁慈 我是他们的心理防线 我大声且自信地说 不会有任何问题 我们是在告诉他们 这就是台独的下场 我们始终坚持的是和平统一的方针 但也绝不允许任何人挑战我们的底线 看来是台军自我放弃了 听住操作员大声回答 明白 我卸下了心房走到外面 对了 还没收尾呢 让一龙返航准备规划回归路线 通知沿海一带的防空阵地 关闭自动应答功能 战场就是这样 死在自己人手里的比死在敌人的更多 为了避免自家防空系统击落我一龙无人机 所有返航航线的地方都要一一打照应 一龙一百万美元一台 这批更是采用新复合材料 价格更高要两百万美元 损失任何其中一台都代价不菲啊 突然一个军官跑来报告 情报本部收到一份集电 这是个陷阱 陷阱哪那么多陷阱 我指挥官是被吓大的 情报本部那些人就是剑部的人家好 空警两千也接到陷阱 然后被打下来 那是他们笨 他们傻 我身处内陆哪来的什么陷阱 抢功劳也不是这种抢法 我内心也细 但表面上还是要尊重他们一下 提高警戒 扫描空域状态 我这样下着命令 发现了台湾MQ-9B 发现台军无人机MQ-9B又叫收割者 比MQ一更大 也是美国通用原子公司研制的 查打一体无人机 MQ-9B机身长11.7米 一展20米 最大起飞重量4760公斤 该机配备一台涡轮螺旋桨发动机 最大飞行速度可达480公里小时 续航时间可达40小时 MQ-9B无人机可携带多种武器 包括AGM-114地域火空对地导弹 怎么可能这无人机飞进来 我们怎么没有发现 台军无人机尾随着我们翼龙无人机 一起飞回基地 防空防卫系统被关闭 自动应答 出现反应延迟 而且台军发动反杀的无人机 飞行高度低且速度慢 导致我方系统不确定 无人机是否有敌意 台军 什么台军 要叫台伪军 算了 已经没有时间去纠正他们了 厉害 厉害真是厉害 跟在我返航机队后面 司机突破我防线 到底是什么人想出这样的计谋 这是无人机对无人机之战 怎么办 开火打下来 那我的宝贝翼龙们 也会跟住一起完蛋 绕道跟他好 不行 翼龙们的燃料 应该已快耗尽了 而且收割者更大 续航力更强 他可以等到一龙弟弟 怎么办 MQ-9必无人机 朝我们发射导弹了 反杀的手 我开始苦笑了起来 我理解了 空警2000指挥官的最后心境 我面对的是一个 不可能战胜的对手 一个军事上的奇才 而他恰好是一位台湾人 我不知道 他叫什么名字 长什么样 但简单单他这一手 不仅抄了我的大本名 环顺便毁掉了 整个翼龙部队 所有防空火力全开 我下了四命令 等一下 指挥官 这会连我们的翼龙也打下来 又是你 你最爱跟我唱反调 翼龙是我的 我不允许 除了我以外的人拥有它 尤其是那些 讨厌的老人们 指挥官 请三思 三思还撕什么 一枚地狱火 打中了我的指挥机房 我叫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